好各位们好我是董买买 当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2021年的元旦了 1月1号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那这期视频呢 我是拍摄于12月31号的 你们知道每到年底的时候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APP 告诉你今年一年你做了啥 比如美团跟饿乐猫会告诉你 今天点了多少外卖 京东会告诉你 今天收了多少快递 第一打车会告诉你 今天打了多少辆车 行驶了多少公里 对吧 那我觉得买买呢 应该也要总结一下 自己过去这一年 那我想总结这一年 其实非常丰富的内容 有很多地方可以总结 我觉得来点实在的吧 总结一下过去这一年 我挣了多少钱吧 你们知道买买 其实过去这一年 拍摄了非常非常多的视频吗 那我的视频主要在 今日头条 微博 B站 以及YouTube来分发 主要这四个平台 然后这四个平台 在发视频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收入 所以我就统计了一下 那首先在YouTube上 我有4.9万粉丝 然后过去365天 正好收入1万美元出头 其实YouTube呢 他评价这个广告收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CPM 就是每千次播放 到底多少钱 那因为我做的内容呢 其实是电动汽车 跟数码类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些 电动汽车更多 就是汽车类 所能匹配到的广告 相对来讲 广告价值会更高一点 所以我的收入 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在4.9万粉丝的情况下 每个月收入 每年的收入 就可以达到1万美元了 然后同时在今日头条上 今日头条是自己跳动的 对吧 自己跳动 把自己旗下的什么抖音啊 今日头条 他的粉丝是聚合的 我没有查抖音粉丝 但是整体上加在一起吧 我的今日头条粉丝 是有10.5万 那过去的这一年呢 我总共收入在 2.5万人民币左右 平均每个月 两千多块钱吧 那今日头条 这个统计工具 做的不是特别好 我没法回溯到 每个月到底有多少钱 所以大概是2.5万 我觉得这个数据 是没啥差 没啥大的 数量级上的差别的 然后就是 哔哩哔哩哔哩哩 其实过去一年 承蒙大家厚爱 你看我B站 已经超过10万粉丝 我已经有小奖杯了 那目前的B站 我有10.5万粉丝 过去一年的收入 你猜这多少钱 1万 2万 5万 10万 过去一年 B站总共给了我 0.5万 5000块钱的收入 这其实也是 我一直觉得的问题 虽然我是B站的up主 我每次的事情 一定会上传B站 但是我觉得 B站目前的生态 其实对于up主的照顾不够 就是对up主的照顾 其实是太少了 你会看到大量的up主 在上面哭穷啊什么的 那确实很穷 就是10.5万粉丝 然后每个月全年吧 收入5000块钱 这玩啥呀 这要靠这个不得饿死了 对吧 那其实B站的 目前的做法 是努力的在破圈 比如他通过做 什么跨年晚会 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人知道 通过这种方式 让自己的股价抬升 让自己的 相对来讲用户变多吧 但是往往忽视了一些 底层创造者的权益 这方面我觉得B站 应该想办法 努力的去提升一下 因为就平行的去比 那也比别人给的少 对吧 然后呢 最后是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 因为我其实用的时间 是最短的 相对来说 粉丝也是最少的 我只有6.3万的 新浪微博粉丝 但是呢 新浪微博 每年会年度统计的时候 给了一个很高的播放量 我也不知道 这播放量中 这个水分到底有多大 说我有5000多万次播放量 这个播放量 其实非常高了 你想5000多万次 如果你换算到 比如这是一个100万城市 一个大型城市 5000万次 100万人的城市 可能每个人都看了你电视 看了有50次呢 这个其实非常大的播放量 所以我觉得播放量 我个人感觉 应该有那么一丢丢的水分 但是呢 微博嘛 你知道 微博的这个量 一直都是巨大 然后你也搞不清 它怎么统计的 对吧 那整共新浪微博 你猜它可以给我多少钱 微博的收入呢 是有一个叫什么计划 那个计划名字 我都想不起来了 就是你可见没啥钱 每个月的收入 你大体上 可以把它往近似于零去看吧 对 我觉得微博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没看到啥钱 当然大家打赏啊 什么的 可能有一些收入的 具体都是非常零星了 我也没算 可能几百三千块钱吧 那整体上呢 过去YouTube 今日头条 Bilibili 以及微博的四个平台 总共给我带来了 9.5万元的收入 就是我拍视频 通过这些视频网站 直接获得的收入了 然后在支出方面呢 因为买买是作为电动车 以及像数码这个博主 对吧 所以呢 买一些东西 是我必须要做的 那有同学说 你不能找厂商借吧 他们看很多人 都在那厂商借 我觉得没问题 找厂商去借 找厂商是白嫖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是呢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成本 比如你要去跟厂商去沟通 对吧 去把东西借过来 然后有的可能还要还回去 有的可能可以留下来 然后但是呢 大部分厂商 我觉得应该都是OK的 有小部分厂商 可能会对你的内容 提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要求 你知道作为一个up主 最重要的就是观点 独立 我觉得这点 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你 你能问心无愧的 做出你的评价 这点 这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最终我也就 跟他们沟通过几次之后 我就逐渐放弃了 去找厂商白嫖 所以任何事情 我都去买 我都是自己买的 没错 去年一年 我买了一辆Moto3 在一月份的时候 花了37万块 因为当时 一辆Moto3国产版的价格 第一批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把配置都拉满了 所以总价会比较贵 37万 然后在八 九月份的时候 我把这个车卖掉了 卖了22万 所以你可以想到过去 这辆Moto3 我总共的实际成本 是15万左右吧 然后呢 今天我有买了辆EC6 EC6呢 我买的是43万的EC6 然后但是我选择的 Bus车间分离 所以最终我支出的费用呢 是36万 然后我也观察了一下 蔚来的平均价格啊 他们说是42万左右吧 就是开票价 因此呢 我选择的43万 应该在大体上 在蔚来车主中 属于中等偏上的 这辆水平的一辆EC6 这辆EC6 我目前一直还在开着 我觉得开的也OK 所以就 实际的支出 就是36万了 对吧 然后同时呢 在前两天 我最终还是买了一辆 小鹏PC的鹏一门版 这辆车的定价 是将近41万块钱 那为啥买鹏一门 后面我会单独 做视频跟大家聊 其实本质上 还是因为 今年10月24号 1年24 小鹏做了一个技术日 这个技术日的展示 展示了小鹏的 全张力语音系统 展示了小鹏的NGP 尤其是NGP 让我感受到了 国产厂商在自动驾驶 或者你说 自动辅助驾驶这一块吧 做出非常强大的努力 就当时的视频 我也说了 它就是在很多地方 比特斯拉做的绝对是好的 所以所谓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最终还是买了一台 小鹏的鹏一门版 因为超过30万的车 其实是没有国家补贴的 然后这个41万 明年大概估计 二三月份 差不多就可以提车了吧 然后同时呢 今年一年 我还为自己拍摄也好 还是为体验也好 我买了非常多的手机 显卡 电视 镜头 哦对 我还买了一台 比较昂贵的Mac Pro 大概花了5万多块钱吧 然后我自己就升级了一下 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 什么升级的显卡 升级的其他内存条 什么192斤内存 对吧 加在一起七八万吧 然后这些东西 通俗的算一算 可能将近有50万左右 对 那你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 过去一年 我的支出在 就视频方面的 支出在145万左右 收入9.5万 这方面的支出是145万 这显然是巨亏嘛 所以这也给 在看我视频的很多 想成为up主的同学们 稍微提一个醒 就是我的粉丝量不算大 但是呢 我做的内容比较垂直 同时我做的时间也足够长 我认真拍视频 已经拍了有将近两年了 从我拍第一期视频 到现在可能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之前我像玩一样 随便拍一拍嘛 对吧 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 然后这些粉丝数都是真实的 到这个水平 你的收入的结构才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成为一个up主的时候 你要考虑 如果单纯的从视频网站拿钱 这个生意是不可持续 不可维系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别的方法赚钱 那我怎么样去通过别的方法赚钱 非常简单 就是恰饭 我知道很多up主 可能比较避讳说恰饭 其实我非常喜欢恰饭 凭借自己的城市劳动合法经营 能获得收入 同时保证自己输出的内容 是自己真实的观点 既能帮到观看你视频的人 做出正确的消费决策 同时也能让厂商 获得合理的推广流量 这是三方都获益的事 所以恰饭非常好 我一直励志于 让我的每期视频都能恰到饭 可惜今年我还没有做到 我希望最终我的目标 是我的每一期视频 都是恰饭的视频 特别好 就是我从来不回避恰饭 我觉得如果今天一个观众 认为一个up主恰饭 就认为它不对 那我觉得这事 这是观众的问题 这不是up主的问题 没有人可以通过光合运动 通过晒晒太阳 就可以让自己富裕 让可以自己生存下去 恰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但要恰 还要尽可能的 把自己的价格标高 还要恰好饭 对吧 所以我觉得问题是这样的 买买非常幸运 我非常早期的 就选择了电动汽车这条路 我的第一辆电动车 可能是2017年的Model S 对吧 当年大家对于特斯拉看法 还是特斯拉这公司要倒闭呢 在这个时候 我就选择了进入电动汽车 这个行业 开始拍摄这方面的视频 经过了这几年的积累之后 其实我在这个行业中 已经算是比较靠前的 这个流量 这不是自吹自擂啊 大家可以去观察 对吧 所以我每年的 在这方面收入的广告费用 其实非常高 可以轻松的卡过掉 刚刚我说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费用 对 而且这个行业 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随着你越来越垂直 越来越专业 你可以吸引到越来越多 认同电动车的人 因为电动车这个市场 在不停的增长的嘛 那随着你的观众受众在增长 你每一期视频的价格 你恰犯的费用 可以大幅度的增长 对 我去年比前年的视频贵很多 今年又比去年的视频贵很多 只要你城市劳动 合法经营 按张按时纳税 一切都特别特别好 你们也不会希望 买买拍所有东西的时候 都借高利贷去拍吧 你也不希望我买一辆车 还要通过花费分析分了 然后最后被人逼着什么 去裸带吧 对吧 所以你们一定希望 见到的买买是非常富足 非常诚恳 非常认真 给你做真实视频的买买 对不对 那你就要接受我恰犯这件事 同时呢 我还要提醒大家一句啊 就是恰犯这件事 本身还是一个劳动 去创造下收入的过程 这话怎么讲 就是你要拍摄一期视频 你要拍摄恰犯的视频 你得去提前写你的脚本 对吧 你得准备这期视频的内容 你可能得参加一些活动 这些都会耗费掉你的时间 付出你的劳动力 同你拍摄视频 制作视频 上传视频 传出去 然后还要跟大家进行互动 这些都是你的劳动力 本质上这是一个出卖劳动力 赚钱的过程 与你出门去开滴滴什么的 并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消耗你的时间在赚钱 所以这个事是有天花板的啊 我能非常清晰的认识 这个事一定有天花板 所以在除了恰犯的收入之外 你一定要有别的收入 这个收入叫资产型收入 就是资本回报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些收入 比如说你把房子出租出去的一些收入 Anyway 任何时候你都需要有一些资本类型的回报 这个事非常重要 我其实是在28岁那年 两年前吧 一年前领悟到这个事的 然后最近这一两年 其实我在非常努力的往这方面去配置 恰逢我运气比较不错 这个行业OK 一直在向前前进 加上今年的资产价格非常高 所以我取得了一定的回报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很多人是永远赚不到任职之外的钱的 就比如说电动车这个行业吧 喊着电动车是电动爹的人 觉得电动车现在充电 可能人还不能坐在车上 觉得什么电动车充满电 冬天只能跑100公里的人 这些人永远也挣不着这些行业的钱的 就是你不信任这个事 你不了解这个事 即使你凭运气 没有你运气好 去年在一块多钱的时候买了未来 你一定在两三块钱的时候就卖掉了 因为你不信任这个行业 你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能涨多高 所以你就拿不住拿不稳 所以你每天睡觉睡得都不安稳 今天一跌你立马就想抛 明天一涨 你又在想是不是差不多可以走掉了 大多数人都会是这样 只有非常非常少部分的人 能挣到自己认知以内的钱 就是如此 然后像后续 比如说像打Xbox 我是不玩游戏的人 或者说你让我玩游戏 我可以玩 但是我不会那种沉迷 我天生缺少沉迷因素 应该这么说 但是今年我突然发现一个游戏 叫赛国朋克2077 这个游戏在B站上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然后我就意识到 我应该去认知一下这个产品 于是我就加价买一台Xbox Series X 然后又打了两个星期的赛国朋克 我对赛国朋克的评价其实非常高 高度的自由度 良好的画面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 如果这家公司CDPR的话 我可能会去买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家是波兰公司 它的跌20% 这个游戏上市之后 然后主流的玩家会认为 它有各种各样的bug 然后当年答应的好多东西都没有实现 就是个半成品 就是主流玩家跟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 然后股价其实是按照主流玩家的思考 在走那边下降了20% 对 这个说明什么 就是人 他是有认知的 然后认知是有认知圈 或者你说能力圈的 就是游戏 我并不是专业的人 我没法通过玩一款游戏 就对游戏有很好的感知 所以我的感知一定是错的 明白吗 而那些大部分的玩家 就是专业玩家是对的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游戏是一个很深的很难的行业 我通过这个事 给大家举个例子 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醒 就是能力圈非常重要 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圈 你当然可以拓展能力圈 但其实没那么容易 每个人能有一两个厉害的圈子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厉害了 所以话再说回来 其实我自己认为 我的能力圈在哪 我觉得我就是在电动车 自动驾驶 新能源汽车这一块 我觉得我进入的很早 然后我也很勤奋 我认真地在学习 这个行业的知识 我也关注这个行业 这其实是一个增长的市场 在这个增长的赛道中 你的产品做得好 一定是有机会的 这是前提 然后同时我通过 那个做一些电动车的视频 认识了很多公司的管理者 管理层 我发现管理层都是非常勤奋 非常认真 非常好 好好想把产品做好的人 那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好的赛道 加上一个好的管理层 这个事是说得通的 是make sense的 一定可以好 最后呢 就是价格方面 价格反而没那么重要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价格一定会站在你的一边 就是你100块钱的茅台贵不贵 500块的呢 1000块的呢 1500块的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会发现 只要符合前面好的赛道 加好的管理层 其实价格的事并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我也给自我自己做了一个提醒啊 就是明年我会减少或者是避免对于个股的讨论 因为我发现我讨论个股的时候 有人会跟着我买 就这事太吓人了 就是你赚钱的还好 你也不会带我分 对吧 亏不得这是要骂我的 就是所以我更多的会聊一聊 行业的趋势 因为股票这个事 每个人对于这事持有的时间不一样 我可能会把一只股票持有一辈子 或者说10年20年 但是你可能一个星期之后 你觉得这公司跌了 你就忍不住 所以咱俩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跟着我的 跟着我的方式去买 明白吧 所以我明年也会给我一个警醒啊 明年我会避免去谈论 各股而更多去讨论这个行业去趋势 那关于这一点呢 其实我有一个理论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自己总结 我觉得叫安心睡觉理论 就是睡得踏实 很重要 就是你买一只股票 如果它每天上窜下跳 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时候 你都要思考它明天会不会跌 那我觉得大体上 你是不适合这个股票的 同时如果你买一只股票 你需要靠别人 就问问你说买买啊 这股票现在跌了 我可以入吗 买买这只股票涨了 它会跌吗 就是靠别人来决定 这只股票行不行 你大体上也是不适合这个股票的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得不配位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吧 就是这个股票这个事啊 我觉得投资也好 股票也好 任何东西吧 都是要独立决策 然后在你能力圈内 在你的认知范围内去做 所以我一直说 如果你真的对哪个新能源车感兴趣 任何新能源车品牌都好 如果你感兴趣的时候 你一定要自己去买一辆它的车 然后每天都开 你自己如果体会不到 一辆纯电动车 到底有哪些优势 那你这个事是不成立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也期待我2021年可以多读一些书 其实2020年 董外买之前有做过一个计划 叫做每周一书计划 就是我希望每一周去发一个我读书的观后改什么的 但是呢 那个视频做了几周就没做了 原因是 不是我不读书了 原因是我发现我做那个视频 播放量非常少的可怜 可能一期只有几百个 是一两千个播放量 然后我做视频是有成本的 就是我要花时间 我要去写内容 我要去准备的 所以非常费劲 我最后就放弃了 那书呢 正好放弃了那个之后 我书已经不止每周一书计划了 我现在可能每周三书 每周四书都有可能了 就是花更多时间在读书了 然后我对于书的看法 我偶尔会发一些 乖乎感啊 在我的微博啊 在我的什么微信啊 当然微信你们看不着就是了 对吧 在这些方面去分享一下 这个事儿明年再说吧 就是我期待的是明年365天 我可以读三百本以上的书 就读书其实非常重要 随着年纪再增大 我越来越发现读书这个事儿重要 因为读书是一个成本最低 可以拓展你视野 提升你思维方式的一个办法 成本是最低的 相信我比你什么游历世界 各方面成本都低 古人说读万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吧 那时候小时候不懂 觉得这是骗人的 现在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读书的点点滴滴积累 其实你也不要那么功利 就有人说我一定要读经济学书 我一定要读炒股的书 我一定要怎么样 让自己丰富起来 理论一下 我觉得太功利了也没用 就是我人生中往往很多积累 是潜移默化去积累的 古人说什么 不积魁步 未知千里 不积小流 未成江海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就是一定是广泛的去阅读 然后从中吸取到 对自己有价值的一些事儿 整体上差不多这期视频 我说了好几个方面啊 就是收入啊 支出啊 恰贩啊 以及投资吧 差不多这四个方面 希望能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启发 然后我每年也会再出这样的视频嘛 看看明年到这个时候 我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呗 好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董牌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这个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董牌买 一键三连啊 朋友们 我这么诚恳的发视频 你还不一键三连吗 对吧 买买的投胶B站微博 以及YouTube 对我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